每一个人学佛 为什么这么多差别呢 你现在把佛教徒里面 只要学佛超过十年以上的 把它找出来 你问一百个说 你认为学佛是什么 每一个人讲都不一样 他说学佛很简单 所谓佛法 就是说好话 做好事存好心 他学了十年 他的认知就是这样 也没错 这也是佛说的 就是说 他不管写什么经典 他写到最后的总结就是 我得到了这个法 就是不管你下多少雨 我要的是这一块 就是人天的业果 你再问另外一个人 什么是佛法真实义 因言所说法 我说去是空 佛法就是要我们看佛放下 就追求空境的极境 这个人二称总性 就是说你这个人 你带他去拜灿也好 打佛气也好 打到最后他的结论就是 因言所三法 我说即是空 因为他是术 他只能够吸收 他术相应的水 你想什么都没关系 当然你问大战的总性说 什么是佛法真实义 他会告诉你 佛法就是要空有外 因无所住而生之心 一方面安住无所得的空性 一方面发福这些广袖六度 大乘总性 所以你学得好不好 这不是佛法的问题 就是说一片的遗水是普遍的 你看过遗水有不同的滋味 不可能 遗水你东边的遗水 跟西边的遗水 同一个滋味 众生怎么样 各居所需 就是说佛法是 你只要你肯学 都有你要学的东西 他不会说 你这个人上根太差了 档次不够了 没有 佛法是上至文书不先 下至无逆十二 只要你愿意学 都有你可以学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大乡经 有一百步 你看 其他宗教可能就一步而已 就没了 佛法因为他的包容性太强了 我们举个例子 说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天佛都在社会国 在社会国说法的时候 在隔壁附近有一个小国 这个小国的国王叫普达王 这个普达王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用慈悲来治国 所以得到老百姓的爱戴 那么有一天 这个普达王就带了 乌乌百官 到他自己的国家 其实古代的印度 一个国家都给一个小城 去城中巡视 那么这个车子 带着乌乌百官 突然间到了一个大树下面 这个普达王就觉得 有感而发 就是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那么这个普达王 看了这个大树就掉下眼泪 掉下眼泪 然后这个旁盘的大人说 国王你为什么看到这个树 而如此悲伤 这普达王说 你们知道先王 过去有一个童子 叫做瓷盖童子 就是先王一出行 旁边有一个拿一个宝盖的 给先王遮蔽太阳 那个瓷盖童子吗 他说老一代就说 我知道啊 那个瓷盖童子 跟先王因缘很好 先王到哪里 就带着他 然后 文文百官说 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那么这个 普达王就默然不语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比丘 就从这个大树前经过 那么普达王就请 这个比丘开始 这比丘这个阿罗汉 说为什么我看到这棵树 会想到先王的儿子呢 其实上我没有看过他 而想到先王而死 我会如此的悲痛呢 阿罗汉就入定跟他观察 他说你啊 你全身就是那个瓷盖的 的童子 过去你跟先王就经常在一起 那么先王一旦出群 他一定会在这个大树下休息 所以你呢也就 跟这个大树就结下一个 很深的阴眼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个是处景深情了 那么他就问这个阿罗汉说 那我为什么会投胎 做先王的儿子呢 这个阿罗汉说 我没办法回答这么深的道理 那我这样子好了 我把佛陀请过来 阿罗汉就用神通力 就飞到舍卫国 跟佛陀如此如此抱抱 佛陀就用神通力 带着几个阿罗汉 来到这个普达王的国度 那么普达王就请佛陀开示 佛陀说 你前身就是先王的一个旁边的慈盖童子 你做了两件很重要的善事 第一个 先王寿 办官在戒的时候 到寺庙的时候 你一定陪同在旁边 你也一起跟先王寿 办官在戒 第二个 你慈行修善 你私底下 经常用慈悲心 修起很多的善法 所以你后来在年纪轻轻死掉以后 你就投身到先王的这个儿子 所以最后继承王位 那么这个普达王一定大欢喜 这过去的善根 过去的阴眼 所以就跟佛陀 恭敬的皈依就拜下去 拜下去佛陀放大光明 跟他讲四地方 此事古奴因之 此事起你阴段 此事道奴因修 此事灭奴因正 讲四地 讲了三遍 这个普达王当下正得出国 正得我空的真如 就是说 作为佛陀 他心里面没有意见的 他会顺着你的过去的阴言 来问你说法 这就是所谓的法语 就是说以水它碰到的是一个草 它会顺着草的阴眼让它生长 它遇到的是一个树 就让树生长 那么它透过各式各样的方便力 让三草二木 随其所分各得生长 这个就是佛陀跟法语的一种包容性 刚才进入到的 沉寻了 油